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母亲 孩儿为了不让百姓破费 唯有待您返葬 愿您在天有灵 保佑孩儿一路平安 少爷 要不咱们去找王爷吧 父亲忙于赈灾 不能害他分心 您要知道 这长江可不是说过就能过的 我一定要遵守母亲的一致 我可不能看您去冒险 不好 要保护你 少爷 这里可不安全 我要保护母亲 少爷 少爷 您醒了 母亲呢 您放心 夫人的灵鹫没事 不要伤害他 你去找你的同伴吧 少爷 您老是这么善良 咱们就得饿肚子呀 这山林里有很多果树 够咱们吃的了 少爷 这荒山野岭 可不是九流之地呀 咱们还是巡路 回荆州吧 王爷肯定急着找咱们呢 少爷 您这是干嘛呀 要不是您的照顾 我也无法在这里 安葬母亲 我知道住在这里 很是辛苦 可扶桑三年 是我作为孩子的本分 万万不能违背 少爷 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如果您想离开 我 少爷 您这就是在当着夫人的面骂我了 我虽然没读过书 但也知道什么叫仁义 您在哪儿 我就陪您在哪儿 侍卫 真是辛苦您了 母亲 孩儿不孝 无法带您回颇养返葬 正好将您安葬在这里 夫人 夫人 少爷这么孝顺 您在天有灵 就保佑我们 在这儿能安安全全的吧 又来了 怎么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老感觉 有谁在盯着咱们 就在那儿 少爷 刚才好像是个孩子的声音啊 小孩 你是从哪儿来的 这附近是不是有村庄 小兄弟 你不用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我 我叫庆儿 我不是问你 庆儿 别怕 别怕 庆儿 你为什么躲在这里啊 哥哥 我看到你在那个木牌上 写的是字吧 对啊 你能不能教我读这本书啊 庆儿 这本书叫《论语》 论语 我家少爷 可是九岁就能通读论语了 哥哥 哥哥 请你教我读论语吧 我娘就这么一个愿望 庆儿 你娘 娘生病了 下不了床 听村长说 快不行了 如果我能给娘读论语 娘的病没准就好了 庆儿不哭 哥哥一定能教会你读论语的 好不好 谢谢哥哥 紫月 学儿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韵 不亦君子乎 紫月 学儿 乐乎 庆儿不用着急 是哥哥读得太快了 咱们一句一句的读 嗯 紫月 学儿实习之 不亦乐乎 紫月 学儿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韵 不亦君子乎 人不知而不韵 不亦君子乎 紫月 学儿实习之 不亦乐乎 紫月 学儿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庆儿 你怎么了 我爹说过 山里的动物 都会伤人的 庆儿 还记得刚才 咱们读的那句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吗 嗯 这些山里的小动物们 并不伤人 它们是来和咱们一块读书的呀 是咱们的朋友 小动物们虽然不会说话 不过也是通人心的 我们如果真心地喜爱它们 它们才会与我们亲近的 庆儿知道了 小兔子 对不起 我不该误会你们会伤人 咱们做朋友 好不好 哥哥 我和小兔子成为好朋友了 少爷 我可不是故意吓唬它们的 是位 你来和我们一起读论语 它们就不会害怕了 哦 我们来读下一句 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涕 而好犯上者 嫌疑 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涕 而好犯上者 嫌疑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为之有也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孝涕也者 其为人之本于 少爷 天色可不早了 嗯 我去叫庆儿回家 不然她的父母会着急的 少爷 我是说 咱们不如也跟着过去 不可 咱们是外人 未经允许 是不能随便打扰人家的 可是 哥哥 庆儿要回家了 庆儿 回家可要好好 给你的母亲读罗语啊 哥哥 庆儿还有什么事情吗 哥哥 你和侍卫叔叔 也和庆儿一起回去吧 村子里还有空屋子呢 少爷 庆儿都邀请咱们了 咱们快走吧 爹 你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急死爹了 爹 我 有话慢慢说 咱们是来抓人的 爹 庆儿 你先站在一旁 你们别过来 我可不客气了 不要伤害百姓 少爷 我说了 不要伤害百姓 爹 难道你不知道 我们是谁吗 还不快放人 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你们是谁 才不能放了你们 你们都不要命了吗 抱歉 恐怕两位 只能先待在这里了 村长 我们是遇到 水难才会沦落至此 绝无恶意 庆儿怎么样了 和他娘待在一起 已经不哭了 老村长 是我家孩子 给村里添麻烦了 死寇皇亲国戚 你给村里添的麻烦 可比你的儿子大多了 谁知道你们 怀的什么心呢 你们先出去吧 我有话要和他们说 好 萧公子 我知道您身份高贵 到我们这么做 也是迫不得已 还请见谅 村长严重了 不知村里 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当初战乱连年 我带着村民们 隐居此地 那你们岂不是 你是想说我们逃避摇曳吧 我只是不想再让村民们受苦了 尤其庆儿这些孩子 村长 您放心 我只是在为王母扶桑 并非是来抓你们的 你们也看到了 村子里的人并无恶意 只是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安宁 会被夺走 村长 我年纪虽小 但也知晓前朝战乱之苦 可如今天下已经太平了呀 孩子 你的确年纪小啊 哪朝哪代又真的太平过呢 萧公子 我敬佩你是个孝子 待在这里 我保证没人会伤害你们 母亲 孩儿不孝 不能去守护您的陵墓了 少爷 王爷一定会找到 咱们的 若是父亲为了我 而耽误赈灾之事 母亲也不会安息的 少爷 难道咱们 就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吗 我相信终有一天 村长和村民 会理解咱们的 那他们 要是始终把咱们当坏人 又该怎么办 庆儿知道怎么办 庆儿 是你吗 庆儿 你怎么来了 娘说 哥哥是好人 要庆儿来帮哥哥 好庆儿 快来帮我们解开绳子吧 少爷 我带你闯出去 可这样 难免会伤及无辜百姓 现在也顾不得这些了 山洞里有一条出村的路 只有庆儿知道 哥哥 哥哥 山里怎么这么黑啊 咱们会不会掉下去 庆儿放心 哥哥会保护你的 少爷 小心 是谁 躲躲藏藏 算什么本事 是小兔子 是小兔子 哥哥 他们是不是来陪咱们的呀 他们肯定是来给咱们壮胆子的 嗯 庆儿不怕了 少爷 咱们还是快赶路吧 这雨势 看起来小不了啊 庆儿 快停下 是爹 不好 少爷 咱们可不能再被抓住了 可是庆儿 庆儿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 爹 您不要怪哥哥 是庆儿要带他们出来的 村长都说了 管你们吃喝 你们却还想着去通风报信 通风报信 你们怎么老把我们往坏了下 紀委叔叔 我只是担忧母亲的陵墓 想回去守护 绝无二意 不行 就是绑 也要给你们保回去 让他们去吧 娘 您怎么来了 孩子他娘 你得在床上好好养病啊 我好多了 你们放心 村长 咱可不能放了他们呀 你们知道 萧公子都教了庆儿什么吗 庆儿 把萧公子教你的东西念给我们听 嗯 子曰 学儿时袭之 不宜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宜乐乎 人不知而不孕 不宜 君子乎 不 你们听到了吗 这是论语 萧公子 在教咱们的孩子 打圣贤的智慧 他又怎么会害咱们呢 村长 谢谢您的理解 有朋自远方来 不宜乐乎 我虽然不识多少字 但也知道 人应该相互关照 不好 大家快去避雨 萧公子 山林危险 快给我们回村吧 好 多谢村长 可我实在是不放心娘的陵墓 我先走了 哎 哥哥 母亲 孩儿不孝 不能守护好您 少年 不好了 咱的草卢都塌了 咱们快找地方躲雨吧 不行 我要留在你们前身边 少爷 少爷 快快快 少爷 您快看 哥哥 我们一起来保护您娘的陵墓 谢谢庆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少爷 村长他们说 要帮咱们重新盖一座结实的草卢 谢谢村长 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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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牛 轻 早上 唤 我告诉父亲,待三年扶桑期满,我立刻就回去,请他不要担心。 这。 将军,还有一事请将军相助。 萧少爷请讲。 这山中的百姓们是前朝的流民,希望将军能带他们回去。 末将领命,请萧少爷放心。 有劳将军了。 萧少爷,您真不跟我们走了。 是的,还请将军速速回去吧,以防江河水势有变。 是为,那你呢? 少爷可离不开我呀。 萧少爷孝行过人,末将定会如实禀告圣上。 走。 萧修,性情至孝, 共能将天下百姓都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一般爱护。 可见,百善却以孝为先。 而能在风雨中守护母灵,得以避难。 想必也是因为她的笑形感动天地,方能风凶化吉。 我 llam她,伯母带你》。 我现在去剩,那个雪を不存在。 有人打开我护母带,不能再建访。 我先要过去剩,那我先去剩,那我先去剩,那我先来剩. 我去剩下雪人,会是深山路。